再来关心健康民生资讯 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有不少的民众选择洗发乳的时候 喜欢找标榜清新薄荷 还有控油去蟹等功能的洗发乳 但是皮肤科医师将市售的17款洗发乳送验之后发现 有超过4成不符合PH值4.5到6之间的正常头皮微酸范围 还有两款PH值大于7 民众如果使用的话只会加速头皮问题 市售洗发乳白白款 但你知道该怎么挑吗 我其实不太清楚 就是看广告 敲比较凉凉薄荷的 感觉很凉快比较舒服 对自己头发没概念 想选对洗发经只能看运气 一名30岁男性上班族 就是因为头皮长期出油发痒 选了个偏碱性洗发乳 洗完后头皮紧绷 以为这样就是干净 没想到两个月下来 头皮竟然加速脱血掉发 就以后赶紧换了一款洗发乳才改善 比较偏碱性的洗发经 可能他头皮的刺激度比较大 所以说完全是看个人 他对洗发经的一个选择 医师指出正常头皮呈乳酸性 如果头皮肌肤比较干 建议用一般乳酸性的洗发乳 两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 比较油的可以用强调控油 去泻这些功能性的洗发经 而且最好天天洗 如果是混合性 则是两者都能用 一天下来头皮很油 泥膜就是油 油油的 那就是比较油性 假设它的油性的感觉 是两三天才比较油 那当然就是属于比较 混合性或干性的肤质 不要它过度的清洁 造成身体太干涩 或头皮太干涩 医师建议选购时 要找PH5.5左右的洗发乳 还要记住成分得尽量单纯 洗完后头皮不会干涩 才正确 想要保护自身头皮 有头亮丽 不掉屑的秀法 这些功夫可一点都马虎不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